那這一次我準備的是暗殺者跟刺客系列的 精挑細選 盡量讓他們是單手見那種戰士職業 攻擊比較積極一點 然後我們先看我們等一下第一個要出戰的大王 開胃菜 對手激怒 所以他在裡面 現場機機場完全不會任何憤怒狀態 因為不會遇到這個人 除非啦 不過這麼多瘦人 裡面要遇到這個人真的很難 第一個就傳奇了 你真的很衰 他天生就毒壯 他的皮膚或他的樣子 會影響小隊的樣子 是很積極啦 可是一刀都沒有砍到 好痛 這機械部落的 真的很少見 沒有 我覺得他GG了 我後面就很少在買裝備 我都買獸人 那獸人掛了 我的裝備至少還可以回收 我們下一隻看這一隻 這一隻燃燒就會憤怒 還不錯 這一隻是刺客職業 剛剛他是暗殺者 他是拿矛的 還有騎乘死屍狂獸 就是像剛剛那個敵人一樣 但是他有個弱點 浴火極粉 我到環獎看一下他浴火極粉 對 我剛剛原本是想把那隻死掉復活 可是 如果是大王的話就沒辦法了 如果他是因為戰死了 那還可以 現場競技場的沒辦法復活 看來我的狗比較強一點 新獸是他才帶兩隻狗 好 早知道他就給他那個 戰士小隊了 很帥喔 我都精挑細選過啦 這一次會出戰五隻 helix嗎 有艱殺員 鋪 Nicholas YES 要怎麼不靈活了捏 啊Shit 這一隻有那個死屍頭指導 比較麻煩就是說我的 刺客呢 跟暗殺者他要觸發憤怒的條件 不是很多 刺客戰士之眼 哇他把他的那個部落技能 拿去清小兵 好 發現 剛剛那個攝影機沒弄到 他們小兵也在那邊滑 哇你是我看錯嗎 蠻兵也有刺客的特性喔 對方也是戰士之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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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吉他怎麼做 超硬的 暗殺者蠻兵職業 刺客戰士職業 來吧 欸我發現 我的小隊死了欸 我給他是戰士之夜 對阿 他的蠻兵 的小兵 全部都活著欸 超無言的 而且蠻兵反制 為什麼我會咧 我不是戰士之夜嗎 我是想說 戰士之夜比較積極一點 我才給他戰士小隊了 可是存活下來怎麼都是那種蠻兵的 就對方都是那種蠻兵小隊 都存活下來 我的戰士小隊一下就被解滅掉了 十字弓的 他那隻 他那個 叉子上面是老鼠 尷尬欸 尷尬欸 恩 他剛剛那十字匕首 竟然沒有一發射中塔 上一集也是啦 我最後要跟那大王打他十字匕首 丟出來了 我 那麼近他也沒射到我 奇怪 對 那個子彈太閃了 他射四發然後太閃了 噢 射到了 好像不會很痛欸 蛮兵 蛮兵 蛮兵暗殺者 叫什麼 很頻繁在使 這種煙霧彈呢 如果他是爆破手機器 他丟那個手的彈是那個 那個...像他那樣詛咒的話,在攻城戰的話對玩家非常不利 他那個炸彈丟下去範圍,你吃到詛咒你的怒氣就一直被消耗到我 oh shit oh shit 這一隻是我最後挑出王 我覺得他的憤怒比較簡單一點,就是燃燒激怒 但是剛打一打我覺得好像要碰到有火焰武器的很難 我覺得戰士職業,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下一次弄一個蠻兵職業的刺客跟暗殺者看看 他是精英蠻兵小隊跟死士頭子 沒有 憤怒喔 他火力沒有噴到我 這隻刺客砍起來跟狂戰士殺戮的差不多 憤怒大家都砍起來長這樣 難怪狂戰士那麼強 那個掃地板 那個掃地板 他白色的 想說這一招很痛說 先說一下,我也在籌備十字弓跟毛手的 那十字弓跟毛手的我會盡量挑槍他這種部落的 他神秘部落 對,神秘部落的 他會用神秘之刃 因為拉遠距離之後用神秘之刃再衝到前面 我是想這樣 不妙欸 這招是什麼 這一招是什麼 他衝過去砍 我還以為他是暗殺者職業 原來他是 只是純粹是戰士職業 就可以這樣批了 他傳奇是因為我給他傳奇指令 那他死掉了後 就會順便噴傳奇裝備給我 那刺客類的那個冠軍指令就是死屍投擲匕首 狂戰士的就是怒氣增加 他的冠軍指令就是看你的屬性都給固定的 很賤,真的很賤 他一直不給我火焰武器的玩家 我覺得最強的屬性是受傷就激怒 原本 要抓一隻受傷就激怒 可是 就是被他砍死 被我現在我這一隻砍死 我也憤怒欸 好 換我了齁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大家都傳奇 哇靠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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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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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